嗨,大家好,我是AK,我是一個老公的爸爸 就是我喜歡對著人,他講話是有表情的 他是能聽得清楚我在講什麼的 所以你擔心現在就是,機器沒有辦法對著VP 你現在就在緊張了耶,所以講話就在講我們了耶 喔喔喔喔,不會啦,輕鬆自在,輕鬆又自在 就像我以前,我剛開始在做分享的時候 我也沒有太設定說自己想要表達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我工作的關係 所以,一個人出去變成是比較輕鬆自在 我可能對於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一個紀錄 那譬如說,譬如說好,我們兩個認識到現在 說要約出去也約很久,但沒有去過半次 可是如果有去我們把這個影像紀錄起來 雖然不是專業的拍攝,可是當我 可能三四個月後再去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那個回憶就馬上就回來 所以那個過程對我來說,我就會 你是把它當成紀錄啦 對,就會很舒服 欸,我是一個爸爸 然後有一個女兒要工作 但對於生活的分享,我還是很願意 不過因為為了工作而工作 為了生活而生活,迷失自己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感覺 對,所以你是阿萱 從小到大就是喜歡戶外生活的阿萱 所以你的強項是什麼? 我的強項 登山戶外錄影 對,你也可以分享你第一次騎來組白 那個時間已經有點久了 第一座百月,十六歲 我十六歲是我的第一座百月 二十三公斤多 一次去就兩座山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說 對於新手或者是新朋友 準備要踏入戶外活動 我們先不要太局限在說 你是要登山的 還是要錄影的還是要演的 我們不要那麼專業 就是說,你準備要踏入戶外 生活或是踏入戶外 這個領域 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對 那現在最典型的就是 入秋了 台灣入秋 東北季風一定會吹 早上會冷,晚上會冷 對 所以衣服的穿搭 你覺得你會給大家什麼樣的建議 衣服 這先是開始了 已經錄很久了 哈哈哈哈哈哈 應該是開始的意思 已經錄很久了 對啊 已經在錄很久了 第一個 我們假設今天入秋的話 早晚溫差的記憶會比較大 就是早上熱,晚上冷 所以基本上白天的話 爬衣 晚上要準備防風外套 防風的 防風外套 對 你願意防風外套的話 我們今天就像假設 遇到一些戶外活動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 有流到汗 我們就是今天休息的時候 就要把它披上你的防風外套 防風是那種 有點像雨衣材質那種 不是,那是防水外套 防水 防風跟防水不能畫上等號 但是當然你現在有防水的話 一定要先有防風 有防水一定要先有防風 對,他們的材質是相併容的 但如果說你今天有防風 但不代表有防水 頂多是防潑水 那現在外面房間 我看到有一些 蠻有造型的那種 兩截式的雨衣 它把雨衣設計得有點像 人家現在說那種衝鋒 外套式 那種可以嗎 其實那個人家去帶去野營 登山都絕對沒問題 但是差在一點就是 它收納的體積會相對的比較大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你可能覺得重量比較重 所以你的背包在有限的空間內 要如何去發揮 你能把你的東西蓋起來 這是比較重要的 恩,就是個人的裝備負重 也是要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 對對對 不會說一個人出去 然後哇 什麼都想帶 然後帶一堆 但又增加自己的負擔跟壓力 是 還沒出門就覺得累 我覺得這個野營也 值得思考一下 我們要考量到我們的能力所及的範圍內 帶什麼樣足夠的產品 或是帶什麼足夠的自己人 保護自己的東西出去 這是大家每天都要帶到的 像比如說 爬山野營或是等等的活動 我們到山上都是要自給自足 所以你的水 自己照顧自己嗎 對啊 對 你不能依靠別人 你說好比說 我今天帶著我老婆出去 結果我老婆身上什麼東西都沒有 他最基本的乾糧 或是什麼保暖外套 或是他基本的水 水是最重要 你可以三天不吃飯 但是你不能三天不喝水 但是你現在講這個區塊 好像是說 你的夥伴 或是水型的夥伴 他是需要幫你分擔一些裝備 對 那 他是不是 除了分擔裝備之外 他是要有具備一些 基本的治理能力 當然一定要 是需要的 就 比如尿尿啊 要治理啊 肚子餓 舉手要有肚子餓 我想上廁所 然後台語要找 我這個不會 那個不會 我被蚊子咬了 然後 其實基本上 戶外所謂治理能力 是說 該有的 好求生技能 好 逃生路線 或是說你基本上 所謂的地理環境 要有判別能力 對 或是東西像 我們去判別說 我們現在要往的方向走 是逃生路線 因為我本身不是 本科系出來的 就是說 不是專業的 戶外旅遊 所以 對我來講 我覺得更直接的事情是 你要做足功課 對 然後當然是經驗的累積很重要 對 就是說我 譬如說我今天要去這個地方 那我提檢會去 去規劃這些路徑 路線 是 怎麼去怎麼回來 天氣狀況 我覺得在網路上 都有很多文獻 或者是前輩都可以有 參考的一些數據 對對對 當然你得神體力行 你多出去外面幾次 你累積下來的經驗 它就會去佐證 你的判斷力 對 你的判斷力就會越來越準 對 越來越明確 對 當然就是還是要量力而為 其實沒有人 天生下來就是 懂戶外 懂所有的東西 對 都是透過一些 我們吸收的知識 然後加上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這是 這是戶外活動最 最迷人的地方 對啊 就是讓你的人 跟大自然融為一體 其實戶外跟露營 這項活動啊 有分為個人式的 跟團體式的 喔 是喔 對 我覺得戶外露營的話 比如說演員 登山 都屬於可以個人行動的活動 露營的話 你今天要個人也當然OK 但是你會相對的在於 大環境下 每個人都是四個人 或是一個家庭出遊 你顯得一個人 會顯得特別孤單 但是當你登山 騎腳踏車 騎機車 你甚至可以再延伸說 我今天要溯溪 我今天要溯溪 我今天要溯溪眼影 我溯溪登山 都可以 我還是比較喜歡一個人 但是 目前狀態是比較偏向 小編制的團體行動 譬如說 兩人 二、三、四、五人 這種小編制 我覺得出去 大家 天空相cover 照應很重要 對對對 不然我們很多時候出去 是沒有訊號的 然後像我就沒有比較高階的裝備 像那種一些高階性能的手錶 或者定位系統 那個我沒有 所以出去外面 完全就是 哇 就得靠自己了 但如果說今天 我幫你隨行 我覺得至少 心理層面是比較踏實的 對 會比較安穩 對啦 真的一個人出去 有點緊繃 你裝備帶著齊全 你出去戶外 你可以 遇到任何問題 可以做一個反應 做一個應對 這是我們要最快速能判別的 如果說今天遇到 像 之前有一天遇到一些山難等等的 我們今天如何要自救 那都是一個比較深層的一個問題 秋天的季節 穿搭 那裝備的部分呢 有沒有比較推薦大家 或者是說 新手們 你的裝備 你可以在挑選裝備的時候 什麼東西是可以先準備 對 有什麼東西是可以不要這麼 超之過緊的 是是是 其實講幾個 比較主要的部分 就是在於說 我們該有的裝備 是背負在身上的 包含穿的嗎 當然是阿 你要更換衣物阿 你要保暖衣物阿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背包 對 那背包的好與壞 種種 太多的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 兩個條件選擇 第一個 符合你自己身型背的背包 這很重要 超重要的 第二個 你背起來覺得它會不會悶熱 如果會悶熱 然後是覺得載重不舒服 甚至它沒有腰間帶的話 那你可能覺得 背這個幾K的公里數 覺得非常負擔 那這個背包可能不適合你 當你的背包 可以背負到你所有身上的裝備 但是你又不會覺得說 非常造成負擔的話 那個背包是蠻適合你 所以我強烈建議 背包還是親自去背負 覺得自己適合你的背包在購買 對對對 要要值得背背看 然後背包裡面的話 會分為幾個部分的東西 包括水袋 包括水壺 包括一些基本的 所謂的登山障 或是一些簡單的衣物乾糧 這都是我們最基本要用的東西 有一些背包 它裡面的結構就是收納的 隔層 隔層很多 那有一些是沒有 對 那有跟沒有 有什麼差別 坦白說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 完全取決於你 分類 喜不喜歡 對對對 你的收納習慣 對對對 就像這台車有出黑色跟白色 一樣 就看你在哪裡 沒錯 類似像這樣 個人喜好 顏色跟隔層它的功能性 只要我們大眾的功能性 又符合我們自己的 背的舒適 其他都不是問題 OK 背包完之後 我覺得應該還要 合適的鞋子 對 對不對 合適的鞋子 這個 你整個 安全嘛 我覺得腳踝的保護 腳底施壓 受力的這個部分 是有很重要的關聯性 對 如果你穿拖鞋 抱歉 馬上就走過去好了 就爆炸了 你如果說要以運動鞋跟 登山健行鞋 來做一個相比的話 它的細節是分很多種的 但如果說我今天 單純以登山鞋 跟運動鞋 來做個比較好的 運動鞋它是主要在於說 我今天是可能比較屬於 輕量運動慢跑 或是說快跑等等的活動 它必須要有避震 必須要有減壓 那登山為什麼很多鞋子 它沒有做減壓避震的效果 好像都特別重 有些 對 當然你減壓避震來說的話 它是為了讓你走起來 會更舒適 但有時候也不見得是那麼好 因為我們承載身上的重量 不是只有我們的體重 我們還有背包的重量 對對對 那你加上這樣的重量來說的話 你的減壓避震 這能足夠達到你的減壓效果 那是不見得的 OK 目前沒有去選購 就是比較 專業的鞋子 現在出門 大部分還是穿良型 對 如果有 有要 健行或者是有要爬的時候 我會穿 高騰的運動鞋 對 可能對鞋子這個區塊 我的 專業度還沒有那麼高 或者是 許久還沒有到那裡 所以 還 不至於現在很急的 就要去買一個什麼 對 對 我覺得 給新手朋友的建議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可以先跟你周遭有在接觸的朋友分享 嗯 然後呢交叉重點大家的意見 然後去選擇你現在比較迫切跟急需的裝備 對 像背包我就覺得 應該是可以 先擁有一個自己 對 那它比較 等於是說 你只要外出就可以用 通用型 通用型 那你是不是 很急著說 現在就 喔我明天要去爬山 所以我今天就要去買一雙 專門爬山的鞋子 好像就 沒有這個 必要 我覺得 我講個一句話就好了 東西盡量就是能買一樣東西 通用 喔 不要說今天為了做某樣運動 去買一個專業的 當然你今天有到那個專業程度的話 你再去做一個進化 那當然是沒問題 對對對 但是我最常遇到的就是說 今天你什麼都不懂 你甚至只是因為一些網路的一些廣告 或是一些人家介紹 就直接下手買一個不適合你的東西 到後面才再說 這樣的東西 可能覺得不好穿 或是不好用等等的 好 那我們不定期阿 就是會坐在這邊跟大家抬槓這樣子 然後如果 大家有想要了解更多一些 議題阿 或是說你想要 跟我們討論一些什麼 可以留言 在下面留言 然後我們兩個 就無聊的時候 就會看看大家的留言 然後也可以 我歡迎酸民留言 我最喜歡看酸民的留言 雖然有時候他們用私訊留言 但我覺得 蠻有意思的 表示說 我們追蹤人數沒有太高 可是還是有人在看我們在幹嘛 其實也是一種交流 因為 我不是專業的 戶外什麼旅遊 還是戶外達人 不是喔 我們兩個白天都是有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家庭要顧 然後都有自己的小孩子 對 我們只是共同喜歡 去做戶外的 旅遊活動 對 所以 在這邊 另外一種形式 跟大家交流 跟分享 OK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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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掰掰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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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